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女李晓琳的名字赫然在列 据了解李晓琳已经参加博鳌亚洲论坛五年 去年其卸任中国大唐集团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后 以思路规划研究中心常务副理事的新身份参加 去年年底李晓琳因行之思路研究院 与各大高校合作事宜平线公开报道中 这或将是其年后首次返回公众视野 大白新闻注意到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 还有中外政府国际组织官员 前政要前政府官员论坛合作伙伴 论坛会员企业嘉宾专家学者媒体嘉宾等 作为思路规划研究中心常务副理事 李晓琳以企业嘉宾的身份出席 此前李晓琳已经五次参加博鳌亚洲论坛 李晓琳曾以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身份 参加了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至2015年年会 据公开资料显示 2015年7月李晓琳任职大唐集团后 没有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的年会 2017年的年会消息直到2018年 其以思路规划研究中心常务副理事长身份 亮相年会开幕式 大白新闻注意到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 李晓琳参加了能源行业领袖圆卓会议 世界经济展望2015对话博鳌亚洲论坛 理事晚餐会等活动 期间李晓琳还被问及对央企反腐的看法 我们大力支持反腐 她说近期李晓琳先少公开亮相 此次亮相或将是其年后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何志平案下周一宣判或判监5年罚款40万美元 请看报道 在美国被裁定贿赂罪成的香港民政事务局前局长何志平 将于下周一25日宣判 控方向法庭提交书面陈词 建议判何志平监禁5年及罚款40万美元 有律师认为控方建议的刑罚较轻 据自由亚洲电台消息 还押超过16个月的何志平 去年12月在美国被裁定刑贿等7项罪名成立 每项的最高刑罚由监禁5年至20年不等 即辩方提交近150封求情信后 美国联邦检察官周一18日向法庭提交陈词 控方在书面陈词中指何志平被捕时 坚称是无辜的人道主义者 虽然他在判刑后求情时称深感后悔 但控方指何志平在判刑前仍然透过电邮等方式 向家人及朋友称今次属政治事件 又认同朋友所说现实做中国人很危险 又声称自己只是戴罪羔羊 对于辩方建议以何志平还押的16个月抵消刑期 将他计时释放 控方指刑期远低于量刑指引不能接受 何志平所犯的罪行严重 证据也很明显 重审法庭应判处显著刑罚 又指原本应该建议监禁21至27年 但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背景等 建议法庭将7项控罪同期执行 判监5年及罚款不少于40万美元 本身是律师的美国政治风险顾问方安格20日表示 一般而言美国当局对外国人涉贪的案件处罚较重 但今次控方提出的刑罚比较轻 相信是涉及几个因素 并反映案件不涉政治考虑 方安格说控方也可能知道 法官会看到何志平身体年纪 以其为香港服务是医生政治人物高的位置 对检察官来说 他们也不会提太大的要求 因为如果跟法官的想法有太大的落差 那当然是对检察官来说有点丢脸 而且他们提5年而已 那就明明表示这个案件 跟其他政治外交贸易美中关系方面是无关 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 外界难以评论案件 相信控方提出的量刑是比较美国相关案例后的建议 汤家华说 相信控方提出的刑罚的年期数目 应该不是一种可以随时可以提出的建议 外人不是太了解案情的严重性 只是看到新闻报道的片面描述 所以未必足够去根据美国司法制度的案例 积累的经验去评论 控方在书面陈词中批评何志平作为一个有学识的国际商人 及前政府官员 持续利用华信能源公司的身份 贿赂非洲高官换取商业利益 令公众对政府官员及非牟利组织失去信心 损害难以量化 控方指虽然何志平一生服务大众 但认为他近年显然选择透过贿赂 令自己更富有及具影响力 他不仅参与行贿 而且在案件中扮演主导角色 案件是跨国贿赂 涉及不同国家银行 因此判刑要有阻合力 辩方之前呈上百多封 包括何志平妻子胡慧中 及母亲写的求情信 控方在陈词中表示 不应该以家庭为理由而轻判 因为何志平的家人相比其他被告的家属 有更多资源可以利用 无论何志平在哪里服刑 家人探望的机会都比其他囚犯多 纽约联邦法院将于当地时间 下周一25日上午11时半宣判刑期 孟宏伟妻子提交指控 有组织的团伙绑架 请看报道 据法新社从李昂检察院获悉 目前不知下落的前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孟宏伟的妻子 Grace Moon早在2月26日 就已企图通过有组织的团伙绑架的罪名 递交了指控 孟宏伟于2018年9月回国后失踪 他的妻子后来向李昂警方报警 位于法国东部的李昂市国际刑警组织所在地 之后中国有关部门表示已对孟宏伟涉嫌腐败展开调查 2018年10月7日 孟宏伟以书面形式向国际刑警组织负责人递交了辞呈 11月份韩国人金中阳接替他担任国际刑警组织新主席 Grace Moon今年1月在法国申请政治庇护 理由是他感受到了威胁 据他称 有两名中国商人在去年10月初时拜访了他 并要求他和他们一起乘坐私人飞机飞往捷克 当他拒绝后 两天后 他们又来提议和他一起坐穿越欧洲的城市旅行 Grace Moo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由于中国当局的政治迫害 他担心自己的安全 根据中国法律 当局可以在不通知孟宏伟家人 或者不让其聘请律师的情况下 将其关押长达6个月 不久这个期限即将到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于3月24至26日访问法国 并将受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接待 投资者最大担忧是中国经济放缓 而不是贸易战 中国经济放缓引发关注 美银美铃对基金经理的最新调查显示 中国经济放缓 取代了贸易战 而成为近两年首次投资人的最大担忧 彭博报道 美银美铃本月调查186位基金经理的看法 约1%的受访者表示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是他们最大的隐忧 取代连续9个月来高居榜首的贸易战风险 贸易战滑落至第二位 企业信贷紧缩位居第三 第四是美国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总理李克强月初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 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6%至6.5% 报道指出 过去一年多中美贸易战挥之不去 全球股市也动荡不安 但与全球经济增长相比 市场对贸易讨论相关新闻的反应相对较小 报道举例 MSCI亚太指数两周前出现今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原因是中国和欧洲央行下调经济增长预估 美国出口数据不佳 而最新传出美国谈判代表据称 担心中国收回让步 该指数只是小跌 中澳关系冷 富豪买房热 请看报道 中国近年有不少民众移居海外 当中澳大利亚更甚受欢迎 据资料显示 专为在澳大利亚投资500万澳元的重大投资移民类别签证 发放数量自2014年开放以来增速惊人 由2015年获批的879人次升至去年达2022人次 当中均以中国人为主 据香港东网今天报道 中国富豪爱投资房地产 澳大利亚经济指中国富豪出手购果断 报道引据在悉尼任职房地产经济的雅各布斯表示 自己在2015年2016年分别和中国客户成交总值7000万澳元 和6100万澳元的数笔房产 他表示中国买家只要看重房子出手会很果断 目前就有买家与家人看楼后 过几天亲临签署合约 一日计较清款项 报道说 据海外房产中文平台居外网董事CEO罗雪新指 澳大利亚地产的海外买家中约有22%来自中国 尽管2018年销量有所下降 但依然是中国买家投资海外房地产的热门国家之一 另外也有不少中国人愿意花钱到外地旅游 特别是瑞士的安德马特地区 据统计去年在该地区过夜的游客中 中国游客人数排名第二 仅次于当地的国内游客 更有该地的旅游开发公司CEO表示 我们明显感受到中国游客对我们的兴趣在增加 京东也维稳出查裙带关系 请看报道 中国主要电子商务平台京东 据报道 昨天突然向员工发出通告 要员工在下班前向公司上报配偶亲属 以及自小学起的同学关系 分析认为京东的做法是要摸清公司里的裙带关系 京东则回应指要求员工上报 目的是要进一步提升管理效率 没有消息报告 昨天下班前的时间通牒令过后 全公司裙带关系上报结果如何 也未知如何惩罚违规员工 据苹果日报今天报道 未查裙带关系 京东紧急要求员工上报亲戚同学关系 报道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新浪消息指 有网民公开京东的内部电邮 以管理需要为名 要求员工在发出电邮的当日下班前 提交梳理亲属及同学关系 电邮要求员工要向公司提交包括情侣 已订婚的配偶名字 同时也要提交父母子女等直系血亲名字 以及包括兄弟姐妹 博叔姑舅仪 堂兄弟姐妹 表兄弟姐妹 侄子侄女 外甥女的名字 及配偶父母兄弟姐妹等近亲关系 报道说电邮也要求员工提交自小学期 曾经入读过又得到国家认证教育机构中的同学的名字 及与对方的关系 该报道说京东金融有员工证实 他们都收到了这封电邮 怀疑管理层是要查公司内的裙带关系 电邮更称如果员工未按实际存在关系上报 将被视为违反公司诚信原则 对于这封电邮 京东回应称这只是日常管理举措 旨在增加管理效率 没有消息指京东的做法是否有法律依据 偷持枫叶卡遭前期举报 陕西政协委员周延波被辞职 陕西省政协委员西安思源学院董事长周延波 早前被前期冯杰东在网上实名举报 称其早已是加拿大的永久公民 却依然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在陕西两会上参政议政 他更向媒体提供周延波的封页卡影印本 及其在加拿大纳税记录等文件 以做证明 据报道 陕西官方已责令周延波辞去省政协委员职务 相关程序正在办例中 陕西省教育厅通报 省纪委驻教育厅纪检组应应相关举报 对周延波立案审查 根据调查周延波于2011年3月 取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权 持有封页卡 有效期5年 封页卡到期后 他没有申请更换 陕西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认定 周延波持有中国护照 是中国公民 2018年1月期办理加拿大商务签证 另据周延波本人提供的加拿大方面相关材料显示 周延波于2015年4月7日起 已经非加拿大居民 通报并未就周延波如何放弃加拿大居民身份 作出详细解释 值得一提的是 封页卡是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的证明 但即使封页卡过期 持卡人也不会因此丧失永久居民的身份 通报又称 2018年1月4日周延波作为陕西省12届政协委员人选考察时 虚假承诺本人及子女未取得外国国籍 永久居留权或长期居留许可 故意隐瞒其女儿 以移居加拿大的事实 没有如实报告本人曾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的情况 通报指出 鉴于周延波故意隐瞒个人重大情况 以责令周延波辞去陕西省12届政协委员 相关程序正在办理 此外 因相关行为违反纪律 陕西省纪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组于2月18日 对周延波立案审查 省委教育工委于2月25日 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据早前报道 周延波被前妻冯杰东在网上实名举报 称其违规拥有加拿大的封业卡 且婚姻期间接连出轨 然后再用尽手段迫使妻女净身出户 离婚后不带走共同财产 独吞多达30多亿元人民币的共同财产 中国食安新规 校园负责人和学生一块吃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的食安丑闻震动全国 中国多个部委推出多项措施 期望改善学校食堂卫生 包括规定学校的领导必须与学生共同进餐 不过有评论认为新措施不切实际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堂怀疑使用发霉和过期食材 官方归咎事件闹大 是由于家长造谣造成舆论反弹 与此同时 中国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颁布新规 从下月1日起 中小学幼儿园负责人每餐 均应与当地学生共同用餐 学校也应配备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管理人员 有条件的学校应当建立家长陪餐制度 对家长提出的建议及时反馈 有家长表示 目前很多学校领导吃的饭菜和学生并不相同 期望新规有助杜绝这种情况 领导跟学生吃的就是不一样 普通人跟当官的吃的也是不一样的 能够执行下去其实是挺好 学校就不另外给老师开小灶 不管老师也好校长也好 要吃饭就吃学生盘子里的菜 长期能执行的话 对食品安全肯定有切实改善 针对中国有舆论指 学校小卖部出售的零食影响学童健康 新规要求学校不得在校内 设置未经许可的小卖部和超市 避免学生买到高盐高糖及高脂食品 有家长说仅仅取地达不到目的 对食品安全监管一定要到位 食品经过渠道一定要正规 从正规的厂家和商家那里进货 中国各个地方都有很多批发市场 实际上很多食品安全都不合规格 也有人担心这个新举措会流于形势 有家长说这个学期到六七月就完了 几个月雷厉风行可以 可是几个月以后下个学年又是怎么一回事 大家都不知道 我们关注新规出台以后 是否有很持续的执行机制 有人认为要落实措施 行政开支是最大障碍 因为必须要聘请一些像都学这样职位的人 到学校监督检查 他们的薪水和交通等成本 可能比改善膳食的费用更高 那么庞大的工程需要有多少人去监督呢 而这个成本计算是否合理 是否符合大家的期望呢 这条近日颁布的新规也名列罚则 声称违反规定的学校主管和责任人等 会受到相应处分 情节严重 不仅会被开除 甚至会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老百姓根本斗不过共产党 一名中国新闻门户网站编辑 对BBC中文透露 该网站周日3月17号 接到网信部门 关于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品问题的报道通知 要求从当日下午3时开始全面降温 视频网站相关音频内容 采取先审后发措施 严控有害信息 而成都七中实验学校的关键词 已不再占据中国社交媒体微博的热搜网 家长称很明确政府要平息这个事 老百姓根本斗不过共产党 这个事情就验证了这一点 他说家长们都在抱怨 但都没办法 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BBC中文记者联系和其他多位家长 均婉拒采访 并表示对目前的处理结果基本认可 不愿再多说 该家长说我们也没办法 娃娃就这样白吃了这么久的发霉食物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我是木子 谢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稍早的中国新闻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我是陈优佳 马上带你来看今天的主要内容 美国中国预计在下周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 不过有美国官员担忧 北京方面会违背承诺 不满中国对印度政策 由印度贸易商焚烧中国商品 借此要求政府对北京提高关税 对于日前在中国两会发言 以起议论的林友诗 她的旧事投书媒体 说她过去其实勇于批评中共 与现在反差很大 来看看 中国官媒新华社连两贴批判蔡英文 讲的是什么呢 马上进入重点新闻 先来关心美中贸易战的进展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重申 中美贸易谈判进展良好 美中也计划下周在北京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 期盼4月底能够达成最终协议 不过彭博新闻已输入消息人士报道指出 有美国官员忧虑 中国在贸易谈判中会改口违背承诺 华尔街日报引述川普政府官员说法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财政部长姆努钦 预计下周飞往北京 与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刘鹤会面 刘鹤接着将在隔州率团访问华府 报道引述匿名消息人士透露 美中锁定4月底前达成贸易协议 比双方原先规划晚了一个月 美国国卿蓬佩奥表示 中美贸易协议必须要达到三个主要目标 那就是公平及对等市场准入 消除非关税壁垒以及建立机制 防止窃取美国知识产权 他希望不久能和中国达成协议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在白宫 与巴西总统波索纳洛 举行联合记者会期间表示 与中国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 不过根据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中国官员同意修改智慧财产权政策后 川普政府还没有给予取消关税的保证 因此中方态度出现转印迹象 部分美方官员担忧 中方会违背承诺 消息人士又指出 中国在最初承诺的药厂数据保护制度上退缩 又拒绝透露专利连接制度详情 而数据服务事宜也拒绝让步 北京又试图加入确保协议规则 遵守中国法律的字眼 有美国官员视中国的举动为出尔反尔 不过接触莱特希泽的相关人士表示 在谈判过程中 本来就会出现讨价还价的情况 美中贸易谈判还是继续进行 中国与印度两年前因为动朗边境问题对峙 如今官方关系趋于和缓 不过印度人民对中国仍然不满 为了抗议中国的贸易与外交政策 数百名印度贸易商昨天焚烧中国商品 想要借此敦促政府对北京提高进口关税 综合媒体指出 自从2014年莫迪总理上台以来 中国是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印度与中国间的贸易逆差 扩大了将近75% 达到631美元 不过印度人民对中国对印度的贸易政策很不满 除此之外 中国利用否决权 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将巴基斯坦伊斯兰领袖列入黑名单 印度方面对此也感到愤怒 全印度贸易商联合会19日发起行动 当街烧毁多项中国制产品 呼吁印度政府应起来 他们建议政府应该对中国进口商品 诺增300%到500%的关税 同时在全印度1500处场所 同步展开烧毁与抵制中国商品行动 包括新德里的萨达尔巴扎市场 也就是新德里主要的中国商品市场 联合会的会员们不但对着印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肖像标语抗议 也不停地把中国制的毕竞性电脑、手机、传真机与玩具等 陆续丢进熊熊火队里 莫迪将在下个月开始的大选中寻求连任 他面临着来自反对党和所属党派的批评 因为他们认为莫迪没能采取措施 遏止中国企业对印度经济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日前在中国政协会议上 自称台湾女孩的台籍政协委员林友诗 以朗诵语调赞扬中国 引起两岸三地人民议论 一名林友诗的旧事今天投书香港苹果日报 说他所认识的林友诗 过去其实是个勇敢批评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知识分子 苹果日报指出 香港自由撰稿人吴越宁投书香港苹果日报网络论坛 1989年发生北京学运时 当时在香港理工学院任教了他 向教职员协会提议申援北京学生 而当时在同校任教中文的林友诗 非常积极参与 并且负责许多中文方面的文书宣传 吴越宁说当时林友诗给他的印象 是一个正直感言热爱民主的年轻知识分子 每次谈到中共多年来在国内的倒行逆施 无不表现的义愤填膺 友诗更情不自禁痛骂中共 反共情操异于言表 后来林友诗进入了港大修读政治博士课程 过了20年后 吴越宁在64周年的纪念场合上又遇见了林友诗 他那时向吴表示 虽然拿了博士学位却很难找到工作 所以有点无可奈何的加入了港府中央政策主 吴越宁日前从报章得知林友诗因为上周在政协的发言 而被台湾当局处罚大感意外 他在文中最后写道 是什么驱使林友诗抛弃良知 甘心被中共利用作为统战工具 是金钱权力还是虚名 吴越宁说假如林友诗有机会看到这篇文章 希望林友诗可以给他一个回应 中国官媒新华社连续两天发表文章 以时评点名批判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对此台湾陆会表示 不想浪费资源应对北京的无理放话 自由时报指出 中国官媒新华社连两天点名批判总统蔡英文 撰稿人都是庶名新华社记者 第一篇是前天刊出污名化一国两制能走多远 第二篇是昨天刊出维持现状说的两国论底色 文中指出蔡总统自2016年上台到现在 发表两岸言论都说是维持现状 以此为民进党当局的大陆政策遮羞短 还不断攻击大陆 将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坚持久而共事 贯之以单方面破坏现状的大帽子 文章还指出 民进党执政后不断操弄去中国化议题 而蔡英文与民进党政府提升台美交往层级 加强与美国军事合作 以及提出与日本进行安保对话 等于是主动充当外部势力反华的棋子 严重破坏两岸互信 文章又说两国论是蔡英文抹不掉的台记 批评蔡英文拥抱岛内深履势力 升高两岸对立 行诉恐中抗共的社会情绪 从中收割政治利益 至于前天所刊出的评论 也批评蔡英文与民进党当局 靠污名化一国两制 求得政治上的苟延残喘 结局终将是西风寿马 日暮图穷 对此台湾陆委会表示 蔡英文总统提出七项指导纲领 政府各部会持续配合 坚定捍卫中华民国主权 台湾民主体制与民众福祉 并不想浪费资源 应对北京的无理放话 一起来看中国简报 美国之音指出 中国先前正在投资数十亿美元 试图从美国手中夺回 超级计算机性能世界第一的宝座 现在美国政府也计划 为英特尔公司与克雷公司 拨款5亿美元 用于建造超级计算机 原源时报指出 目前超算500强中的 227台为中国制造 与之相比 美国在500强当中 只拥有109个超级计算机系统 超级计算机一直被视为 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体现 美中两国现在赤资巨额 进行争渡战 美国之音指出 美国司法部今天宣布 来自中国上海的徐家宝 因为销售错贴标签的 膳食补充剂 周一在达拉斯被一名联邦法官 判处18个月监禁 与一年的监外看管 徐家宝承认 所谓的膳食补充剂制造商 实际上是政府保命线人 自己所属的威斯特公司的成分 不会准确地列在 成品膳食补充剂的标签上 徐家宝承认制作了 标错成分的错误标签 并将贴有错误标签的产品 欲网德州 美国司法部民事司助理检察长表示 将继续追查其他嫌疑人 自由时报指出 美国负责军备控制事务的 助理国务博夫·莱特 昨天表示 美国继续减少核武器的数量与重要性 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 劝向反方向发展 虽然中国的核声明政策没有改变 但他们核现代化的范围以及规模 却是缺乏透明度 正在破坏稳定 令人对中方未来意图引发质疑 并且对核财军的进程氛围造成挑战 根据新华网报道 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正宣称 中国非洲珠瘟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疫情发生势头趋缓 已经解除了105起疫区封锁 也就是说21个省份的疫区已经全部解除封锁 占疫情总数的9成以上 不过于康正坦言 虽然目前非洲珠瘟疫情整体肯控 但引方疫情的风险因素将长期存在 打好打赢非洲珠瘟防控这场战役 就要做好深珠基础产能保护与肉品供给保障 尽力控制全国疫情 只靠童年照片就能抓得到人吗 香港林医指出 云南省昭通市郑雄县公安局昨天发布 一则弃捕嫌犯的公告 不过有网民发现 公告当中多名通缉犯的照片 明显小于实际年龄 甚至是他们的童年照片 比方说要抓51岁的嫌犯 但公告刊登的却是嫌犯10岁的童年照 有人笑说是娃娃脸通气 也有人质疑这种照片 对追捕通缉犯的作用不大 但警方表示 嫌犯的眼耳口鼻不会变 欢迎举报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